大家好,我是Jane 今天我们来做流星蝴蝶剑的第五期 强行闯关赤血城 继上期金华城以后 差点世纪败露的孟心魂心想此处不宜久留 必须尽快通过这个重要关卡 孟心魂乔装成古董商人排队入关 在等待入关的期间 孟心魂发现所撞见的女子已经被逮捕 但事不关己 她还是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等待入关 不料 孟心魂被发现是假冒的古董商人 城内的士兵风荣而上 企图将孟心魂直接拿下 孟心魂别无选择 只有破坏关卡的城门强行入关 我们本次的目标就是破坏城门 精彩的剧情动画照常上演 我们看到孟心魂乔装成了过路商人 正在等待入关 发现冷艳已经被逮捕 但是孟心魂也并没有管她 觉得还是自己的大事比较重要 继续悄章成商人等待入关 但是不料她被这个官兵发现是假冒的商人 这下问题就大了 看来想要成功通过赤雪城 必须要用武力解决问题了 精彩的对战 我们马上开始 赤雪城这个关卡一共有九名士兵 我们首先解决掉两名狙击手 也就是火冲兵啊 有他们两个存在到后面风险会很大很大 因为他们是拿着这个火冲啊 你到后面发大招的话都发不出来 有气的情况下 所以说我们首先解决掉他们先 他们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开场的话 几招之内就可以搞定 在这个城楼对面 还有一名 狙击手 我们再把另一名去解决掉 这是第一个目标 对 这一名就在这里 在这里藏着呢 我们把他也首先干掉 因为他们两个一开始的话 没人帮他们的 很容易就可以解决掉 他还有匕首啊 哇 吃到这个加成的 伤害加成的东西啊 手套 那这个就更厉害了 看这毒包子才也吃啊 想必这个火冲兵是夺么的饥渴难耐啊 三招之内解决啊 吃了这个伤害加成的 非常变态 来看我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解决掉 对 城门里面的 两名拿大刀的使命 但是我看到这个 金枪侍卫甲正在落单 不如先干他一下子 对 不知道会不会把他们给引过去 我感觉非常危险 打一下的话 现在我在对 找到这个拿大锤的和拿大刀的这两名 看来他们真的是相互接进去了 这一局可能会很难办呢 这几名金枪侍卫都杀过来了 希望他们 不要形成一个合围之事啊 要不然今天通关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了 不在我的预料之内啊 这个可能是我太贪了刚才 这里面有一个大锤 通过这关大锤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武器啊 因为伤害高 这一关的士兵太多呀 群体伤害非大锤莫属 来看首先解决掉 禁卫士兵甲和乙 幸亏他们五个没有一起合围啊 如果合围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哎呀 砸他一下子 后后钱 这一招是后后 然后拉一个伤害 现在钱 上上 然后后后 再来一波 哎呀 被他给废掉了 现在我可以发大招了 气草满了 来看我寻找个机会 发大招现在 把他们两个先震死再说 哇 直接顶到这个棚子上面去了 来个大招 伤害就更高了这样子 然后吃个包子 防御他的偷袭 还想偷袭我呀 他们的血量 我感觉也不会很多了 胜当 几招之内可以解决 把他们引过来 预防 那金枪士兵拿火冲来打我 哎呀 又轮大锤 很犀利的样子啊 但是你们也犀利不久了 我感觉 看大刀捅 捅不到 前前 后后打 接一个 咋 这招 感觉伤害是蛮高的 其实还可以转一下子 在这里 我感觉这个转一下子 不怎么实用 啊 又被漏到 现在他们都赶过来了 我感觉 我的大招又要上天了 难道说 还想飞我的大招吗 这一阵 有没有震死啊 哦 没有震死啊 居然 这个大锤 这个大锤的大招 在四方阵是比较实用 但是现在打的话 在四方阵 如果你使用大招 可能会被踢掉 因为这个太狠了 这招 先吃把包子 加把血 然后继续开干 这名士兵 我感觉也剩血不多了 诶 不在我的预料之内 他开始用旋风斩 轮大锤 看我前前接打 接上一个重锤砸 已经不行了 现在还剩下三名 金枪侍卫 敬卫士兵啊 对 敬卫士兵 然后看我把他 引到一个角落里面 还在拿火冲打我 哦 后面还用大招偷袭啊 用小招 真的太可恨了 主要是这个家伙呀 敬卫士兵长 这个 他总是拿一个火冲偷袭 不解决掉他的话 后面 大招就也是很难发的呀 就他有一个火冲 现在 看我寻找一个好的角度 专打他 现在是瞄准 瞄准目标 直接干掉他 以前呢 以前就喜欢在这里啊 在这里 把他们挤在某个角落 用这个长枪发大招 然后这一跳下雪下来 我感觉比大锤还要实用 但是比较困难呀 那样挤的话 不容易容易被废 那样子打 现在前前 搂他一下子 大招给他废掉 你们的长官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啊 现在又满了一管气 让我前前 没有打到 后后 拉后一下 他们三个都到齐了 我的大锤是时候 展现我的威力了 砸一下子上天 怼他一下子 去死吧 击败一个 好的 这下剩下两个 就很好打了 哎 他还加了一下伤害 这个示威掌 我感觉现在又小心了 他的伤害分更高 加了伤害以后 上天 后后打过来说 再轮 一点血 中招 他还给我来一个反杀 不简单 看我再砸他们两下 这么多血的吗 感觉也快贵了 他们两个 不应该这么多血 现在包子预防被他们吃掉 这个包子加50个血量 让你再抡 不好意思 弄巧成拙 把他给砸死了 打着大招也给他废掉 只剩下一个 他基本上就是带着的羔羊了 没有什么用了 千千接打 我们来看千千再轮他一下 还想轮大锤 大招又给他废掉 然后续再轮他一下 还有血吗 哇塞 还有血啊 那就再来一次 你总该死了吧 现在士兵已经清理完毕 接下来就是破门而入了 打这个城门的话还是用大刀感觉比较好 但是这个城门一开始打也是可以的 不把士兵清理完 但是我为了完美通关呀 还是把士兵全部干掉 使用我的旋风刀进行砍杀 大概经过一分钟的样子 城门要被打破了 最后一转 就OK了 看这个样子 现在是成功入关 我们接着来看过关动画 肖安听到吃血城被迫的消息 非常愤怒 直接斩杀了一名士兵 他突然想到 还有冷咽这个筹码在他手上 肖安到底不怀好意的厮守着什么 关注一下追影 我们下期视频做飞捧宝